好 我们看一下王牌立题三 说明某工厂有三个车间 第一个车间占三个车间的25% 那也就是四分之一 第二个车间是第三个车间的四分之三 注意这个时候单位一已经悄悄的发生变化了 对吧 本来是总人数的几分之几 现在变成23之间车间人数的关系 对吧 所以第三车间变成了单位一 那么已知第一车间比第二车间少40人 找到了一个对应的数量 我就简单还是写成对应的量 那我们想求最后车间一共多少人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车间很多 有一有二还有三 所以一般来说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都统一用总数来作为单位一 所以我们可以设总人数为单位一 好 那这个时候要求单位一就很简单了吧 用对应的数量去除以对应的分率 那这对应的分率是什么呢 是第一车间比第二车间少的这个分率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出第一车间的分率 还有第二车间的分率 那既然总的分率是一 看看第一个 第一车间占三个车间总人数的25% 也就四分之一吧 这个很简单 既然总人数是单位一 那25%就是第一车间的分率 所以它就是25% 也就四分之一 稍微难一点呢 是第二车间 我们来看 第二车间呢 它没有给总人数的关系 但是给了第三车间人数的关系 它俩是四分之三的关系 也就是二三车间 它们应该是三比上四的一个关系 对吧 所以第二车间应该是二三车间的几分之几 是不是应该是三加上四分之三 也就是七分之三 它占七分之三 它占七分之四 正好两个就是三比四吧 那是不是说明第二车间的分率就是七分之三呢 不是 因为二三两个车间 它们并没有合单位一 而是合了多少 既然第一车间占了四分之一 所以它应该只是剩下的四分之三而已 所以第二车间并不是直接的七分之三 而是七分之三还要乘以什么 四分之三 对吧 因为它俩的合是四分之三 同理你要算下面也很简单 那就七分之四乘以四分之三 好 那第二车间我们就搞定了 所以它的分率应该是二十八分之九吧 那别人问的是第一比第二车间少 所以第二车间肯定多一些 那第二车间是二十八分之九 再减去第一车间对应的是四分之一 是不是就搞定了 好我们来算一下 所以应该是四十 除以二十八和四可以直接通分 对吧 二十八分之九减去二十八七 好 最后就应该是四十再乘以 二十八分之九减二十八分之七 就是二十八分之二 也就是十四分之一 反过来就乘以十四 所以答应该是五百六十 当然人数 最后做一个答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刚刚这道题目 就是你会发现 当单位一的选择比较多 因为刚刚有一车间 有二车间 是不是还有三车间 车间人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选择总数 就是一二三 三个在一起作为单位一 这样的话每一个都好表示一些 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王牌例题四 说牛的头数比羊的头数多25% 羊的头数比牛的头数 请问少多少 有很多 第一次见这个题都会觉得 既然多25% 那少也肯定少25%呗 注意啊这里有区别 这里是比羊 所以羊是单位一 这里又变成比牛 所以牛是单位一 这个单位一在问题里面 居然都发生了变化 那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只能去换一下 我们在第一个里面呢 假设羊是单位一 好那牛就可以出来吧 既然羊是单位一的话 牛是它多25% 是不是相当于1加上25% 你可以认为是1.25吗 那别人问羊比牛的头数少多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们两个的差很简单 还是1.25减去1吧 对吧 这是他们少的分率 但是注意 除以的这时候单位1 应该是比牛 所以应该除多少 除以的是牛 所以应该除以的是1.25 而不是1 不然的话又变成25%了 对吧 好 这个时候算一下 应该是0.25 再除以1.25 所以答案应该是假 应该是5分之1 也就是20% 显然是不一样的 注意 在问题里面的单位一 有时候也会发生变化 千万要小心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刚刚遇到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问题有的时候呢 它也会出现需要转化单位一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小心 再小心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道王牌立体 这个用题非常非常长 对吧 我们要抓关键信息 说乐乐服装公司 进了一批儿童服装 按竞价的40% 作为利润 这里单位一 是不是可以认为是竞价 反正这里后面还有这么多 我估计也不好定 所以我们就开始 把竞价当作单位一算了 好 那竞价的40%呢 作为利润 那么利润是不是也有了 所以一键的利润 就应该是 既然它的40%嘛 所以就应该是0.4呗 好 既然竞价是这么多 利润是这么多 那么卖价我们是不是也知道了 所以我们的卖价 相当于卖出去的钱 就应该是1加上0.4 对吧 竞价加上你的利润 就是卖价 所以卖价就应该是1.4 当售出这批衣服的90% 相当于有100件 你卖了90件 对吧 或者是卖了10分之9之后呢 决定换季减价 本来我应该卖1.4的 现在不卖了 你按五则出售 是不是相当于乘一个 50%或者0.5吧 就变成了0.7了对吧 那这批儿童服装 全部售完 可以获利多少 那获利就应该是跟竞价去比 正好竞价我设的是单位1 所以最后你获利出来 除以1 相当于就不用除了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算 利润就好了 好 本来卖价是1.4 1.4卖了多少呢 卖了90% 那就乘以90% 好 这是我卖了这么多钱了 好 但是呢 最后还剩10% 我可不是按1.4卖的 我按多少呀 我们按定价的五则出售的 所以剩下的10% 我们只卖了多少呢 只卖了卖价的50% 或者说你乘以一个1分之1 乘以0.5都可以 好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衣服卖的钱吧 但注意啊 我们要算的是获利 获利是利润占竞价的几分之几 所以我们还要减去什么 竞价吧 这只是卖的钱 那竞价多少呢 竞价不正好单位1嘛 所以再减一个1 当然其实应该再除以一个1 但因为除以1跟它本身完全一样 所以就不用算了 好 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下去算一下 算完之后呢 答案应该是33% 或者是0.33就搞定了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刚这道应用题啊 你会发现应用题一般文字都非常非常长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去抓住关键信息 其实刚刚就是一个销售问题 抓住什么呢 卖价 净价 还有利润 还有数量等等等等就OK了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难点啊 第一个是找准 而且转化单位1 很多时候应用题里面单位1其实是不为1的 有的说是假 有的说是乙 看能不能把它统一成假 或者统一成总数 这个很关键 第二个再利用我们的量率对应公式 基本上都是利用对应数量去除以对应的分率 得到我们的单位1 好 最后应用题的话不要忘了抓住里面的关键信息啊 希望不要每个字都要看对吧 关键信息 好 最后的最后也是一样啊 一首诗送给大家 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好 一起跟老师来念一遍啊 变幻莫测单位1 只要找准没难题 量率对应济于心 关键信息 别忘记 好 那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周